蒋万安的民调掉了3个百分点 就是蒋万安现在变成了37 然后第二个 陈时中的民调 从老三变成老二 上升了6个百分点 陈时中是27 那第三个是黄珊珊 黄珊珊的民调大概也 也那个变动的不大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11月1号 台湾媒体TVBS电视台 他发表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民调 这份民调指出 蒋万安的民调掉了3个百分点 就是蒋万安现在变成了37 然后第二个 陈时中的民调 从老三变成老二 上升了6个百分点 陈时中是27 那第三个是黄珊珊 黄珊珊的民调大概也 也那个变动的不大 还是21 所以这份民调 蒋万安37 陈时中27 加上黄珊珊的21 那显示的意义 昨天晚上 台湾各大政论节目 都在讨论 这则民调 那这则民调如何解读 过去我已经说过很多 就是蒋万安 他的民调 必须要维持在42 好42 是他的 一个指标 那必胜是45 那现在从这份民调 我们看到了三个意义 第一个意义 陈时中的民调上升 究竟是一时的现象 还是调诡的现象 那你还是 绿营归队 这个要进一步的分析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就是说陈时中民调 无缘无故的上升 那他的票源 从什么地方来 那很多人过去都认为 过去都认为 蒋万安的票 跟黄珊珊的票 是互通的 但是我在网络平台上面 跟视频上面 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 黄珊珊的票 跟陈时中 才是互通的 那关键话说 陈时中的票上来 那黄珊珊 他虽然他也是 掉了三个百分之 但是就一般的 民调上面来讲的话 这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我 一直说 黄珊珊的民调 会在二十三 二十一到二十三之间打转 这个就要看 陈时中的表现 所以 从这个民调 也证实了我的说法 就是陈时中的票源 跟黄珊珊是互通的 那陈时中现在 他的票源 几乎是从黄珊珊这边过来 但是蒋万安的 六个百分点的下降 究竟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是有待解读 那第三个 我们就看这三个人 无论是蒋万安 无论是陈时中 或者是黄珊珊 符合了 三权鼎立 两弱抗一强 而不是两弱 而不是两强打一弱 就是两弱抗一强 会不会发生有气宝效益 我在这个地方 我再说 绝对不会 为什么 气宝教育 只有蔡英文 他有能力跟权力发动 黄珊珊跟柯文哲 是没有这个能力 也没有这个权力 他毕竟他的基本盘小 那更重要的是说 他吸收的跟高宏安一样的 是游离票 这种票 这种票 你知道 但是看不到 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 如同空气一样的 你知道会有空气 你也知道如何吸收氧气 但是那你不知道 空气是在什么地方的道理 是一样 所以我们从这份民调上面解读 第一个 蒋万安有危险 那所谓的危险 就是过去蒋万安 在全区都赢过的城市中 那现在有两个地区 已经出现了状况 那这个地区 一个是中山区 注意啊 中山区 是蒋万安的选区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我一直讲的 叫大同区 虽然他们两个差距不大 大概差一两个百分点 那过去是蒋万安 赢过他一两个百分点 这个显然就是 城市中的基本盘 他的本命区的 绿营已经归队 这个是值得蒋万安注意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 蒋万安会掉六个百分点 就是证明了一件事 就是蒋万安 他要开拓中间票源 遇到了阻力 那这股阻力究竟是什么地方对蒋万安不满 这个是蒋万安必须他要注意 那第三个 就是说 如果黄珊珊的民调 始终在百分之二十以上 就是两位数字以上 那蒋万安可以 可以高枕无忧 如果黄珊珊的民调 再掉到十五或者是跟过去一样 掉到十六十七的话 蒋万安就要注意 换句话说 这份民调 给乐观的国民党 瞧了一记梦棍 这一棍梦棍也打了下去 就跟蒋万安最近 讲的一些话应该是有关 因为蒋万安说 我超过陈时中两位数 事实上我上次我也公布了 不止两位吧 大概已经超过了百分之十 那现在两个人 一个升一个降 然后差不到百分之十 这个给蒋万安 他提出的简讯 第二个 就是朱立伦手下 的台北市党部主委 黄吕锦 他也讲 我们赢定了 我们也在各个区域 我们都赢 然后我们还有必杀的绝技 从蒋万安 跟台北市党部主委 黄吕锦锦 讲的一些话 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已经有点轻敌 这也是我在网路平台文章 跟视频当中 一而再 再而三的讲 蒋万安没有乐观的权利 一旦他要乐观的话 他必然会面对反复 因为选举还剩下24天 会发生什么事 大家不知道 尤其是台北市的 市党部主委 黄吕锦锦锦锦说 我们还有杀手锦 我们还有必杀绝技 但是我劝这位主委一句话 所谓的必杀绝技 或者是澳部 都是民进党发动的 你国民党永远都是受害者 为什么我要讲这句话 各位去看高雄市 黄俊英明明已经成局 一两个百分点 可是汇选抓到以后 一句话一个晚上全面翻盘 况且是投票前的晚上12点钟 你根本没有办法反应 所以而后我们也曾经建议国民党 你虽然到了11月25号 晚上这一天晚上10点 选举结束 但是你一定要派人留守 整夜留守 为什么 怕意外事件 你反应不及 反而到了第二天 你要反应的时候 票也投完了 所以就是说 我们从这个事件看 国民党是受害者 还有一个 就是当年卢修一下跪 我的好朋友 卢修一下跪 让苏贞昌当选的那一幕 本来国民党的民调都很乐观 没想到这么一跪第二天投票 居然是苏贞昌当选 所以这一些奥部 都是民进党发动的一个本钱 国民党必须注意 我真的是劝蒋万安 我已经讲过很多次 我在网络平台 甚至于视频上面 我都讲 蒋万安要选的安 至少要有42%的地板 加上3%的中选选民 他只要超过45%的话 他才乐观 但从民调现在蒋37 乘27 还有黄珊珊21 明显看得出来 蒋还是有点优势 但是剩下24天会发生什么事 这个优势会不会有剧烈的变化 大家都不敢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